大马音乐鬼才黄明志即将开启 黄明志大飞机世界巡回演唱会 SEN也受邀来到台湾出席这场记者会 黄明志表示会在16个城市开唱 马来西亚有三场 分别是KL、Binay还有东马的KK 在这么多场演唱会里 他表示这一战是最麻烦的 其实马来西亚是最难生气的 可以说说小故事吗 之前就做过一次就搞了很多事情 还是完成了 而且现在越来越多那些法 就很多很严格 所以你还是开了三个城市 对 还是被我们弄到的 对 那吉隆坡准备开一个几场 心目中觉得应该 我们这里是先宣布城市 就是都一场一场 那后面还会再增加这样子 那是不是不同城市有不同的歌单呢 基本上都会改一点 改一点 对 一些主要的歌还是会唱的 可是一些会改 我刚刚说吉隆坡的站是很难做的原因是因为 像之前我在马来西亚第一次办 是在云顶办 然后就门口全部都 后门还有那些入口的地方都是狗 那些警犬 然后都是警察在那边围 因为他们知道我要办演唱会 所以就很麻烦 他们就觉得我会很麻烦 那我也觉得他们很麻烦 欧美国家站的歌单 应该怎么瞧呢 就乱唱 反正他们听不懂 哪有那么很多华人 对 有啦 还是准备一下 不一样的东西 那身为一个华人歌手 唱进欧美市场 你的心情就怎么样呢 因为这个是大事情嘛 是很期待又怕受伤害 因为我不知道那边的粉丝的量 大概多少 虽然我们在我们的Facebook YouTube 是看得到后台数据的 可是也没有办法确定 他们会不会都来 是有人 是有粉丝 只是还没去过嘛 所以不知道 非常地抱歉 我想讲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觉得非常遗憾 就是我们在 last minute 就是收到 我们申请不到 申请不到香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我觉得可能是一些 一些压力 我希望香港的 政治人物 或者是 老闆 可以帮我搞定这件事 如果谁可以搞定的话 我可以交换条件 或者是站台什么都可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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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 黄明志也分享了和新出路的奥斯卡 影后杨子琼的小趣事 他直言 让他很自豪呢 其实那时候我们 是东南亚营长 各国的导演跟演员都有在 然后东南亚五十个国家 然后他跟我是代表马亚 所以我们是坐在隔壁坐 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新加坡的梁志强导演 坐在一起 梁志强导演就 有点不好意思我就硬拉拉过去 所以你要不要跟他拍照 我帮你开口 可是在我 就在我快要拉拉过去的过程中 那个 单次李杨子琼就走过来 他自己走向我 他说我的姿子想跟你拍照可以吗 我就 怎么会这样 我这件事情就可以让我吹一辈子了 和他合作过的山上优雅 近期宣布隐退 而对方做了这件事 让他有点心动 我们在拍海边拍嘛 就拍牵手啊 跑来跑去这样 然后突然间有一只狗狗 就跑过来 然后他就一直去摸他 我就觉得这个女生很有爱心 然后结果突然间 我们就发现到我们的车卡在沙滩 就出不去 结果他整个他穿短裙 他整个就下来 帮我们一起推那个车出去 对 他就是没有在做戏 因为现场也没有人在拍啊 因为已经拍完 他就一直帮我们很用力 把车推离开那个海滩 对 非常专业 然后也非常可爱 基本上就是歌单 基本上就是不审核的状态下 就是 一直不露的唱出来 这个就已经很劲爆 可能对台湾人来讲 是很普通的事情 可是我希望台湾人珍惜啊 这个东西 其实一点都不普通 在其他地方不是这样 哎呦 不要只是台湾站劲爆 希望大把站的也会劲爆啊 帮我们到达了 点员 大